原來正在錄錄了 歡迎收看甜木&T 慢慢不用緊張 NG來過 我怕炒車樣子被導演Captor放上網 沒有人可以超越Anson Lo 連姜濤都不可以 話說他在IG上post了 ERROR肥仔錄音時就音的一刻 嘩 姜濤這麼大膽 他還說肥仔拍MV時是NG大師 所以肥仔就鋪上姜濤的炒車上來報復 還有分兩個Level Level1都還好 還稱得上是帥仔 但Level2就… 肥仔就說姜濤覺得 怎樣炒得不夠Anson LogoLevel1 之後還派福利圖給姜濤 你以為肥仔終於收手 看完之後 整件事最開心的都是姜濤 見到鏡頭背後的姜濤 藝人IG分享日常 真的拉近了 和粉絲不少距離 就像明哥一樣 昨天鋪了 和劉爾達的合照 劉燕就說 見到大家這麼勤力 有這麼多新搞作 搞到他們兩個老爺都蠢蠢欲動 網民就猜 接下來會有新作 說很期待 他們上一次合體 是去年在新醫館開Show 但新歌很久都沒有了 不知是甚麼合作呢 你遲些就知道 時間過得很快 洗米嫂Hiley的女兒 不經不覺都十九歲 為了眼女慶祝生日 平時很忙的華哥 都抽時間出來 看些相片就知道 好有愛 不過有網民錯了重點 是說洗米嫂和女兒的鼻是神福制 看過 又真是餅印 你沒有看洗米嫂點覆花嗎 她說人家常誣她整容 現在看相片就知道沒有 難道把女兒一起做甚麼 簡直是神回覆 不知趙薇的女兒 現在和媽媽有多餅印呢 怎麼猜她這麼低調 最近趙薇被內地封殺 傳她早幾天坐私人飛機 飛去法國了 之後她再更新了IG 我和父母一起聊天 好像沒有長大過 真好 結尾還有個心心 不過之後又刪除了一個報告 超奇怪的 不知她的女兒 是否還在讀香港的國際學校呢 好 那我先檢查 明天告訴你 拜拜 拜拜